马娃台风逐渐北上 让基隆暖暖居民相当紧张 这里一整排民宅 后方紧临山坡地 空拍画面看上去绿衣盎然 中间却光秃秃一片 因为去年十月 泥沙台风带来强降雨 造成边坡土石滑落 滚滚泥流冲进民宅 楼梯还变成瀑布 居民至今雨季游存 而去年土石流的调查报告 最快要等到今年九月才会出炉 恐怕缓不济机 志工所表示 已经备妥六百多个沙包 提供民众领取 除了基隆 马娃也为宜兰带来不少降雨 到三十一号下午四点 翠峰湖就累积了三百三十毫米 太平山也有两百五十毫米 雨水不断冲刷 一专一线部分路段 出现零星落石和树枝 阻挡道路通行 往南走 在台东成功渔港 海浪不断拍打堤防 大片水花往内倾泻 力道相当惊人 台东持续出现五米以上浪高 渔船不偏不已被击中 船顶掀起一个大洞 传生多数损坏 虽然海上台风警报 在傍晚五点半解除 但解除前高雄西子湾 就已经有游客不顾禁令 重浪游泳 在海上不稳的时刻冒险下海 也让人捏把冷汗 华世新闻综合报道